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文化部长李永德班受认定证书与13位保存者及一个保存团体 受证典礼由乱谈戏保存者王庆芳一师与彭秀静一师 丹刚开场乱谈剧目《不刚》的演出 与典礼伴奏苗栗成加班北馆八音团相互搭配 为典礼揭开序幕 记者邹志忠报道 陈英一师传唱恒春民谣超过一甲子 通达六大曲调 陈英阿嬷沙哑的嗓音与清亮的乐琴声中 蕴含着生命的厚度 将人生试炼后的甘苦味 化为恒春民谣的清风 抚慰人心 王庆芳一师 是当今茂蝶之年的乱谈艺人中 仅存出身尼那般传统的资深艺人 在演员身份之外 拓展转型成为戏班已重的说戏先生 透过说戏 将乱谈戏曲及记忆代代传承下去 彭秀靖一师为国内当代乱谈戏 弹角具代表性之资深演员 身段优美 唱功深厚 常年致力于乱谈戏曲的记忆传承 不仅留下精湛的乱谈剧目 更将乱谈戏的美重现在台湾舞台 楚音文化艺术团创立于1997年 多年来致力于保存阿美族马兰复音歌谣 经常参与各项展演活动 并举办巡回演出 期望透过最纯真的演出 让世界认识马兰阿美族 复音歌谣之美 香蕉丝编织 是格马兰族极具代表性的传统工艺 严谣之音的传统工艺 与传承格马兰族香蕉丝 编织工艺的使命 以他的双手拾起香蕉丝 带领年轻一辈继续用纤细但柔韧的香蕉丝 在经纬胶织中编入格马兰族的文化轨迹 陈丽有魅一诗 把排湾族的图腾与传说 一针一线绣入作品中 作品集合了各式的刺绣技法及图文 展现传统的生活记忆及神话传说 原住民没有文字 针 线就是我的笔 要把文化一一记录在绣部上 代代相传 知者是族群传统知识的记录者与传承者 许春美艺师保留排湾族织部 独有的文化生态和知识体系 三十多年来 坚持以地织基织部与教学 保留母语口述传授的核心 将排湾族完整的织部文化延续下去 赛德克族 赛德克族传统织部文化记忆 跟土地相互依存 织部工序相当繁复 所有工序 张凤英一师都亲手实践 是族人公认为记忆及精湛 记法及高明之之女 张凤英一师坚持赛德克族传统 持续传承 让这项传统织部记忆 能够永久流传 陆木和一师的记忆 结合减黏、纸壶、彩绘 探生排场等多元技能 最后融会贯通在泥塑的表现上 突破传统技术框架 展现新意 投身传统泥塑工艺与一甲子 是当今台湾泥塑之翘楚 黄历熟一师精通多种七异技法 创作多元 能使用各种胎体 结合不同媒材 展现独特的七工艺技法 并成立油七元 作为七工艺创作与传席的基地 黄历熟一师可说是台湾七亿振兴的重要推手 陈塞火一师 虽然不虽然的心境 巧妙运用平身既有的造型、弯度 配合不同的部位需要来取材 一改之前妙于简年 纤细制式的风格 转而为大刀阔斧 淋漓痛快的动感 不但传承简年艺术 并加以求变创新 正是为传统立心意的最佳典范 黄浮寿艺师的玉雕作品 多数取材自乡间田野的花鸟草虫 其心灵手巧和场景营造不落俗套 自成一格 将它对乡间田野的近身观察融入刀尖 琢磨出一件件超然物外 又扣人心弦的艺术作品 蔡德泰艺师传统木雕作品多元 构图雕迹均属上成 山浅浮雕工法细致 人物鲜活生动 不论仿古或星座 均能坚持古法并精进超越 蔡德泰艺师 堪称当今庙宇建筑木构架中 传统木雕之佼佼者 王锡均一师 从学艺到继承家业制古 至今超过一甲子 具备传统制古 繁续制作之能力 拥有木工 皮艺 和音律调教的综合技能 王锡均一师 希望继续制作好古 让世界透过智古这门传统技术 听见台湾的声音